相信看到这里 大家都能看出前后的差别啦 现在别说任你抓 简直可以随便摸 大家好 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都说兔兔养得好 一觉马上跑 我不其然 真的全跑啦 那么怎样才能把他们交回来呢 这个就简单啦 首先你要伸出一根 让他们看着就想啃的手指头 接着弹出一把 我也不知道晒了多少天的草发发 反正兔兔看到很眼花 对尊我的手指就啃啦 可能另一只兔子有五点虾 不过被我摸了几下就好啦 来来来别看啦 快点吃草发发吧 此时肯定有的粉丝就会问啦 如果我用草发发 他们还是不肯过来呢 那么就接着往下看吧 起一起 你看到这是什么没 是不是很像打草莓 我都还没熟完你就囤了 你真坏呀 瞎一粒不给你吃了哈 猫猫看过来有好吃的 这里你看一下嘛 这么大一粒你看不到吗 这里啊你别吃草啦 这里有大葡萄 看来你是真瞎呀 好甜的快吃吧 刚才给他们吃了葡萄干 现在我要拿出来一个苹果圈 目的不是让他们转圈圈 而是要他们闻了之后很想念 现在是不能给他们吃的 只要让他们闻闻味道就好了 只见刚才闻完苹果圈的他们 现在不管怎么地都会坚守在原地啦 那么现在就可以给他们吃啦 为什么刚才不给现在给呢 因为要是刚才你给了 他们一定会跑的 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我两手空空 这两只兔鸡有点懵 但是不管我怎么弄 他们一定跟着动 来来来 现在跟着我的街拍游起来吧 来 转圈圈 转圈圈 详境看到这里 大家都能看出前后的差别啦 一开始角度交不过来 没想到拿出他们最爱的零食后 竟然乖过小狗狗 现在别说任你捉 简直可以随便摸 这手感真的没法说 毛毛舒适又暖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各位觉得这两只兔鸡也只最乖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琪琪 你又欺负毛毛啦